面世不足三年的iPhone VGS在現爆渴事故 32歲的朱先生 09年以超過5000元的價錢買入一部iPhone VGS 用了三年都沒有 今個月8日出街時 將電話放在右邊短褲袋 沒多久就覺得大腿傳來灼痛 原來放在褲袋的iPhone過熱 插卡位更加熱爆開 認真恐怖 為了解開爆渴之謎 朱先生在11號去到國際金融中心的專門店 向職員反映事件 誰知負責接待他的職員竟然說 爆渴事件經常都有 還說朱先生的機器用了那麼久 連保養期都過了 爆渴很正常 和生產商沒有關係 他又向朱先生提供兩個方案 叫朱先生一是照用 一是加618元換一部新的iPhone VGS 朱先生覺得職員態度惡劣 就要求向高層投訴 怎知職員說 整間舖最大就是他 還驅逐朱先生離開 朱先生事後露斥那名職員態度惡劣 更加說蘋果售後服務差劣 會霸用蘋果旗下的產品 有律師就說職員辯稱由於過了保養期 電話爆渴和生產商無關的說法是錯的 因為保養期和殺償追討 沒有直接關係 事主只要證實爆渴的主因 原置產品安全性問題 就可以向手機生產商追討賠償 ONTV 東方電視新聞 特報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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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